天不怕地不怕的李宝萍 破天荒怯生生地说 姐姐 你生得真好看 高大女子笑着点头 是啊 比你好看多了 不但毫不客气 言语还伤人 红淼小姑娘有些呆滞无言 陈平安满头冷汗 在陈平安身后那边 同样是一场重逢 老人瞪着已经清醒过来的白衣少年 少年回瞪过去 心想老子现在光脚不怕穿鞋的 我还怕你坐身呢 老人先望向高大女子 后者点头示意无妨 老人这才望向那个少年 恼羞成怒地说 你崔臣不是很聪明吗 现在再咱俩来复盘好了 你有没有想过 为何我会突然失去 对那些文字的控制 让你能够从神魂之中 剖离出来 又恰好跟那缕 剑气蕴含的道义 打了个旗鼓相当 相互消磨殆尽 使得你当时冲出井底 有机会对陈平安使用杀招啊 你有没有想过 到最后你可能会被 陈平安一拳打死 陈平安又同时被你重伤 少年催缠脸色阴晴不定 最后赌气一般撇撇嘴 故作无所谓 无非是儒家某一脉的圣人出手 有什么稀奇的 就连齐静春都心甘情愿 自己走进那个死局 落得一个束手待毙 我催缠被算几次又怎么了 少年越说火越大 伸手指向那个穷酸老秀才 老头子你还好意思说这些 你最寄予希望的齐静春死了 心性最不坚定的蠢货马瞻也死了 还有那个姓左的 就干脆彻底消失了 我催缠一样沦落至此 归根结底还不是因为你 天底下就你文章写得最好 利益最深 济世最久行了吧 人家雅盛听好喽 是雅盛文庙第三高的那位 他提倡民为贵 君为卿 社稷次之 你厉害啊 偏要说天地君亲事 雅盛说人性本善 好嘛 你又说人性本恶 你大爷 雅盛怎么就招惹你了 少年气得直跺脚 这个习惯性动作 其实与老秀才是一脉相承 那手指头啊 几乎都要处到老人鼻子上了 更过分的是 人家雅盛年纪比你大不了多少 人家说不定还呆在人间 好好活着呢 老头子你怎么就那么一根筋呢 你得住至圣仙师或是李圣老爷去骂架呀 知不定雅盛还会帮着你不是 你非要跟雅盛唱对台戏 我服气 老秀才莫不作声 只是轻轻擦拭少年喷他一脸的口水拖 自家人打擂台唱反调 小门小户的话呀 关起门来 吵架红脸根本不算什么 可要知道 一位雅盛一位闻盛 这场惊动整座如门 所有学宫书院的三四之争 太过惊涛骇浪了 两位大圣人 尤其是在文庙前两位早已不现世的前提下 几乎可以说就代表了整个儒家 那个唯一座浩然天下设立规矩的儒家呀 虽说谈不上出现分崩离析的迹象 但是那几个隔壁邻居的当家人 见微支柱 洞见万里 能不偷着乐 之后 儒家内部出现了一场 隐蔽至极的赌约 失败者 愿赌服输 自求于功德林 老秀才输了 就待在那等死 任由自己立于文庙的神像 一次次挪窝 最后粉身碎骨 但是当最得意的那名弟子 远去别州立扛天道 生死盗销 老秀才为了破开誓言 不得不跟所有圣人 而不单单是儒家圣人 做了一个谁都想不到的约定 毕竟圣人是约 若是可以轻易反悔 那么这座规矩森严的天地 恐怕早就面目全非了 老秀才主动放弃内服身躯皮囊 放弃儒教圣人的诸多神通 只以神魂游走天地间 老秀才等到少年 双手插腰 低着头气喘吁吁 他问道 骂完了 是不是该我说说道理了呀 白衣少年凭着一口恶气 直输胸义后 想起这老家伙当年的种种事迹 摧缠便有些心虚胆气 开始一言不发 老秀才叹了口气 齐静春夏棋是谁教的 崔禅立即昂首挺胸 老子 老人面无表情缓缓地说 我曾经跟你们所有人说过 跟人讲理之前 哪怕是吵架 甚至是大道辩论 都要心平气和 崔禅立即进入寒蝉 低声说 是我 他骑静春夏棋没悟性 输给我几次就不肯再下了 老人又问 那你夏棋是谁教的 崔禅不愿说出答案 老秀才冷哼一声 老子 崔禅一肚子委屈 恨得牙根都痒痒 老头子你懂不懂什么 叫以身作则呀 老秀才缓了缓气 你在教齐静春夏棋的时候 棋力跟我相比 谁高谁低呀 崔禅勉强道 我不如你 老人问 那你知不知道 齐静春学会了下棋 很快就下棋赢过了我呀 少年愕然 倒是不怀疑老人 这番言语的真假 老人再问 知道齐静春私底下 是怎么说的吗 他跟我说 师兄是真喜欢下棋 胜负心又有点重 我又不愿下棋的时候骗人 如果师兄总输给我 那他以后就要失去 一件高兴事了 少年崔禅耿着脖子说 就算是这样 又如何 老人怒其不争 哀其不幸训斥道 你呀 就是死鸭则嘴硬 从来知错极快 认错极慢 至于改正 哼 少年崔禅怒道 还不是你教出来的 老人瞪了他一眼 沉默片刻惋惜道 马瞻的背叛 可能比你崔禅的谋划 更让小齐失望 崔禅耻笑 马瞻这种人 我都不稀罕说的 心比天高 命比纸薄 如果说我好歹是为了大盗契机 为了香火文脉 那他呢 就为了那么点 书院山主啊 将来有望掌握一座学贡啊 就为了这么点 虚头名利 就舍得同窗之仪 甘心做别人的棋子 也真是该死 老头子 当初你给了齐静春 一句临别赠言 学不可以以 轻取之于蓝 而轻于蓝 这句话广为流传 我是知道的 但是你给了马瞻什么 老人淡然道 天地生君子 君子理天地 可惜了 不知是可惜了这句话 还是可惜了马瞻这个人 崔禅讥讽道 马瞻带着那些孩子 离开小镇后 齐心与我的一枚棋子 相谈甚欢 颇为坦诚相见 就提到 关于离开离珠洞天 还是继续留下一事 他与齐静春 出现过一场争执 齐静春最后对他 说了一句很奇怪的话 让马瞻有些惊吓 他说 君子时驱则驱 时身则也 马瞻这个蠢货 在齐静春天翻地覆 慷慨赴死之后 还顺着私心 做着遗愿山主的春秋大梦 只有到快死的时候 才开了窍 总算确定 齐静春当时在学术 其实早就知道 他所作所为 只是一直不愿揭穿而已 仍是希望他 马瞻能够好好照顾那些孩子呀 马瞻真是后知后觉 两次被拖延敷衍后 终于知道万事皆休 他这辈子总算唯一一次 激起了那么点难而血性 以失去来生来世作为代价 伤了我那枚棋子 才使得那些孩子 能够返回小镇 最终多出这么多事情来 这说到最后 白衣少年越来越有气无力 老秀才唏嘘不已 离珠洞天 诸多人和事 尤其是齐静春坐镇的 最近一甲子 天机被隔绝得更加严密 齐静春 养老头 以及一些幕后人物 纷纷暗中出手 使得这座小洞天 变得扑朔迷离 变数极多 就算老秀才 都极难演算推演 那不敢说 推演出来的真相 就一定是真相 高大女子 温和的嗓音轻轻响起 聊完了 崔禅发现 老秀才脸色有点难看 重重叹气 眼角余光 瞥见那女子 正望向自己 老人只得 磨磨叽叽地 摘下背后行囊 掏出一副卷轴后 轻轻地解开 绑腹卷轴的线绳 陈平安一头雾水啊 那高大女子 走到陈平安的身边 笑道 等下 你可以初见三次 她眯起眼 望向荷叶外的天空 缓缓道 等下我会恢复真身 你不用奇怪 最后她好像 记起仪式 欠一道 忘了说两个字 陈平安抬起头来 高大女子 看着她收敛起笑意 毕恭毕敬地称呼 主人